范蒂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3月28日 在圣马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中表示 信赖耶稣就是接受当下的生活 喜悦地向前走 不抱怨 不被丑陋的懈怠罪所麻痹 当天的福音记述 耶稣治愈贪子的事迹 这个人已患病38年 他躺在耶路撒冷 一个叫贝特扎达的水池旁 据说每当天使下来搅动池水时 最先下到水里的将获得痊愈 耶稣看见那个摊子就问他 你愿意痊愈吗 这真好 耶稣常常对我们说 你愿意痊愈吗 你愿意幸福吗 你愿意改善你的生活吗 你愿意充满圣神吗 你愿意痊愈吗 走廊内的其他人 所有患病的 瞎眼的 瘸腿的 麻痹的 或许会说 是的 主 我愿意 但这个人很奇怪 他回答耶稣说 主 没有人在水动的时候 把我放到水池中 我正要下去的时候 别人在我之前已经下去了 他的回答是一种抱怨 你看看 主 这多可恶 生活对我太不公平了 其他人都能下去获得痊愈 可我38年了还是这样 教宗指出 这个人犹如圣勇第一篇所描述的 是一棵长在西畔的树 但他的根系却十分干燥 未能抵达水源 无法从水中汲取健康的养分 我们从他的态度和抱怨中可以知道 他也一定常常把责任推卸给他人 这是一种丑陋的罪 怠惰的罪 这个人生病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瘫痪 而是怠惰 怠惰比不冷不热的心 更糟糕 更恶劣 像是幸福的幸福